5月9日 王传军孤身一人现身上海机场 他穿着黑色袖衔上衣 搭配工装背带裤 有点长的头发 中风贴在头皮上 还留着胡子 看起来有些颓丧 红尸上下满满都是艺术家的范儿 出了机场后 他出门出路的直奔外面去乘坐出租车 冰总还掏出手机放在耳边 似乎是听谁给他发的语音留言 听完之后 他还看着镜头皮皮嘴 难道是对方说了什么让他很无奈 他还开口跟记者说了一些话 只不过好像是嗓子出了问题 声音太小听不清 不过看着一群人 在排队等着乘坐出租车 王传军身为一个明星 身处其中 还真是有些神奇 另外 最近爱情公寓5 关心开拍 乘客楼一销 李嘉航 孙一舟 李金明等纷纷亮相 但王传军和邓家家遗憾缺协